大家性格不合 就是生活 风向都不同 所以确定跟那里面 我们没有小孩的 名气 所以呢 每一个人都是 单独的私人 在炸带的法律上面的时候 里面走时 这个房子是一人一半的 我说我分多一点 我分70个巴仙给你 我拿30个巴仙走 2020 2020 那时候明夏二岁 又有寒入这个地物 有点合适 73岁之心艺人曹柴里 近年互约于内地社交平台 不时拍片分享生活和网民互动 一前他有拍片刊谈感情生活 突然之鲍原来已经在去年 和加拿大的老婆离婚 他轻描淡写和前妻分开的原因 除了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合之外 再加上他们没有子女 所以各自都有不同的思想 于是决定离婚 离婚之后 他主动提出将房产70%归前妻 而自己刑是拿30% 据知曹柴里在40岁当时结婚 他表示自己一直对太太很好 努力赚钱养家 满足对方的要求 但到头来都只得一场空 他感叹自己在去年离婚时 已经72岁 都依然要行到这个地步 实在很可惜 他又呼吁年轻人对待婚姻要从一而终 好好珍惜眼前人